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烤好了 快吃吧 谢谢 我不饿 你吃吧 尝一下嘛 李氏烤鸡翅 很香的 你看着我干嘛 我脸上有东西吗 不是 我只是觉得很惊讶 你堂堂名门千金 却有如此临危不惧的能力 很了不起的 你看起来 柔弱弱弱的 但其实 比我想象的坚强很多 其实也没有啊 我之前在华容的时候 是一个连跑都不会跑的人 是阿斐一直在保护我的 阿斐还和我说 他要是死了的话 变证魂都会回来保护我回去的 我就在想 他怎么能死呢 他要死了也是因为我 我不会让他有事的 这个阿斐 说这么吓人的话 嗯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不会有事的 阿斐从小就皮脂 他可是在姑姑的皮边下长大的 那自愈能力 我也能解 总之 你就放心吧 看样子你那妹妹应该没事 反正你也不想跟他一较高下 他要名 你认个书 不就没事了 你不会真的想应了他的约战吧 你觉得我不应该吗 你先保证不打我 我就说实话 你 不赞成 行 你好勇斗凶 不愧是大侠做派 写人呗 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啊 杨瑾断眼十三刀 不说打遍天下无敌手万 但至少已经位类一流高手了 我听说前几年 几大门派的掌门都输给了他 你现在大病出狱 身体还虚弱着 拿什么跟他斗 我不是这 我怎么能知道打不赢呢 要说在衡山冒险 跟青龙主周旋是为了道义 那也便罢了 这又算什么呢 倘若我是为了自己的名声 我倒不在意 能有个机会戳破江湖传言也挺好 还我一个不入流的本来面貌 那你又为何易难平呢 你没发现吗 像徐舵主 杨锦 还有霓裳夫人他们 他们对我的称呼 都是统一的南刀 根本就没有人在意我是姓周 不是姓李 所以呢 所以我在乎的不是我自己的名声 是因为我现在代表的是 南刀这个名号 须名如窝角 连个屁都顶不起来 到底争这个有什么用呢 好 就算你赢了 难道你外祖父坟前 还能冒起轻言不成 行 你就当我什么也没有说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我管不着你 阿妃真的会应战吗 我该如何劝服她呢 对了 你又没有听人说过 人死了之后 会变成天上的星星 然后守护活着的人 那我爹 我娘 都在看着我和我弟吧 在我很小的时候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姑姑也这么说过 她说我爹娘在天上 会一直守护着我和妹妹 但长大后才发现 其实脚底下的路 还得靠自己 一步一步走出来 原来你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爹娘就过世了 对不起啊 你说的没错 路是靠自己走的 我这一路太幸运了 遇到你们这么多 热心肠的人帮助我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回报你们了 阿斐 有热心肠吗 姑姑让我们接应你们家 但如今你孤身一人 不过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之前见到陈飞大哥的时候 我都在想 我爹是怎么认识 你们这些朋友的 但是见到你们之后 我就更想去四十八寨 跟你们一起学武功了 今日的夜空好美啊 你快看啊 是挺美的 一切儿 齐大哥 多吃点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笑得很难看啊 我本来长得就一般 笑得难看也很正常 说 什么事 谢大哥 昨日我惹你不高兴了 特地来给你赔罪 你如今赔罪都是信守拈来的吗 我用鼻孔看都知道你没有诚意 那个 我不该一起用事 姑娘 你可是名门之后 不能总带着我这种 温厚老实的书生欺负吧 可不是吗 我可真没出息 我替你打他一下 这还差不多 那你还比不比了 比啊 不比了 不比了 梅香浓郁 不愧是天下有名的好酒 谢大哥 你昨天跟我说过小药谷 是不是还有大药谷啊 有过 其实大药谷 才是擅长一毒之术的名门 小药谷很多东西啊 都是跟大药谷学的 师承大药谷 是啊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 被地杀灭了门 很多毒药和解药 都随之失传了 你 您问这个做什么 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是在想 小药谷我都学得些什么功夫 罢了罢了 你果然摆得是道鸿门宴 这酒我可不敢喝了 你自己留着吧 我去 师父 都查清楚了 杨瑾的身份没有问题 不过就是一介五痴 比武也从不上及他人 没有仇家 也没有什么庞的牵扯 那这么看来 他还真是冲着周匪的名声来的 应该是 可笑这世事轮回啊 难道我真的要看着他们这些年轻人 为了这些虚名博名 又重蹈 被刀挑战殷大哥 当年那场祸事吗 我 师父 就算杨掌门把人质带回来 可要不要比武 还不是周姑娘自己说了算 好熟悉的酒香味 该不会又傻费吧 好香啊 竟然用这一招 阿凡 你真是血坏了 快 抱歉 解释 谢大哥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要不要来两壶 小美人 你这半夜三更的 带着这么香的酒 坐在男人的门口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我想与端页刀一战 你帮帮我 就为了这个 那什么呀 谢大哥 帮帮忙 不好意思啊 我只帮风花雪月四位神仙的忙 其他人呢 都免谈 不好意思啊 你干什么 慢引不慢生啊 你干什么吗 你干什么 太好吃了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还不得了 你干什么